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感谢主 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下午时间 是美好 因为周围天气都很好 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 也是让我们能够是靠着主 我们在这里呢 胜过我们有些人在下午的时候 容易就是打瞌睡的 这样子的一种倾向 被神的话语一直得着 能被神 在这个敬拜当中 让我们完全在他里面 而不在他之外 这是要靠我们真的是 每个人看我们在灵里面 对他 我们是琢磨的渴默 我们是不是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我们一起来守望 同时我现在在Sori信友堂 也在最近几次的讲道当中 有一个操练让大家做的 就是什么操练呢 不要迟到 敬拜的时候不要迟到 因为他们那边有四轮 现在他们已经坐得满满了 所有的在主席领会的站上来 以前到的人 全部坐在中间的两排 中间两排 那以后再到的人就坐在这个迟到位置上 这是提醒自己 这次迟到了 希望自己以后不要迟到 这样子呢 他们现在迟到人数开始下降 这个也是一种操练 操练很重要 因为我们这些事情不操练了 我们很难觉得 很难讲我们的把我们的敬拜 陷在主面前 因为我们从开始的一刻 就要被主保守 我们就希望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 得神的喜悦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来 把我们提前五到十分钟 看作是当然的事 如果我们只是在最后一刻赶来 我们就认为我们得迟到了 这样子呢 让我们真的能够来一起来操练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听道 被神约纳 虽然这件事很小 但是我们如果不能改变的话 说明我们呢 真的对主的 真的是来朝见他不上心 这是一个明证 但是我们如果真的上心的话 我想我们信仰堂 我们三堂都如此 我们都越来越注意这方面的操练 过去有一段时间 我们信仰堂是做得不错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这方面呢 是需要被再一次的提醒 今天交参到提前了 十五分钟大概至少 是不是 来交手这首歌 但是我也发现呢 就是来唱歌 来操练的人并不多 但是我以后呢 希望我们多有这样的操练 今天 我们 来 一起 来到神的话语面前 神的话语 我们很高兴 我们开始宣讲 约翰福音这本福音书 这本福音书 非常重要 它和前三本福音书不同 是在于它采用一个不同的角度进入 是让我们看见 那太初就与上帝同在的那位道 怎样成为了人 住在了我们中间 这样的描述 到底是为了什么意思呢 这也就是我说 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作者的意图 作者的意图 是要记下这些事 是让我们能知道 耶稣是基督 并且是神的儿子 并且因为知道这两件事情 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因而可以信他的名 他的名就是 耶稣是基督 他来到世上的使命 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他的本体 我们如果认识了这一点 我们就能真正地认识救恩 得着永远的生命 那么既然 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目的 是让我们以最大的程度 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名的 耶稣认识了耶稣基督 就是认识了神 而神也只是赐下了这个方法 让我们认识他 那么我们该怎么如何理解 神启示他的方式 首先他在旧约中启示 和新约中的启示 到底有何相同和不相同之处 大家同时要想到 旧约和新约一定有相同的地方 因为它是连续的 都是同一位神在启示他自己 当然肯定有不相同的地方 否则新约就不称为新约了 他一定有他的 在启示方面的飞跃 给我们看见不同的地方 西伯来书开张名义就这么说 因为西伯来书主要是当时写给西伯来的 犹太人的基督徒 让他们实在是明白 他们应该怎样来认识耶稣基督的 就告诉他们 因为对犹太人来讲 立主就是他们的立主 是他们的祖宗 而这个古时什么时候呢 作者就是说 在耶稣到来以前 那个叫做古时 但对我们来说 仿佛耶稣两千多年前 已经是古时了 对不对 我们中国的文字可考的历史 也就做两千多年 真正的历史是三千年 三千年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夸大到五千年 这是我们自己以后的 差不多吧 两千年不算是短了 但是在两千年以前的人 说以前是古时 那个时候神借着众先知 这是犹太人 犹太民族的特殊现象 众先知来小于立主 把上帝借着先知的口 启示出来 向着谁呢 向着上帝 他自己拣选的亚伯拉罕 和他的后裔子孙 形成了一个特别的 上帝要给他们 在全世界民族当中 见证的这么一个民族 来小于他们的 但是在末世 就在末世 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 这里只有基督徒才能明白 什么叫做末世 因为对不信神的人 没有所谓末世 末世就是说 我们看到了世界 已经进到了他的什么 就伪了 他最后的光景 我们已经看见 我们因此叫做末世 因为耶稣第一次来 就预示着他的第二次来 那么意思就是说 耶稣第二次来到世上 历史就结束了 这就是说 耶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 这段时间 这历史时期 我们叫做末世 但是不信的人呢 那只能叫做未来 永远是一个不定的 不明确的未来 还没有来的事 但是我们凭着上帝 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知道 那未来必定要来的 那一位是谁 所以对我们来讲 没有这个未来 就改成什么 末世 我们是生活在末世 这个时代里面 而末世和古时的区别 就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 他的降生 就是上帝在这里 是借着他的儿子 小育我们的一种方式 所谓小育 就是上帝把自己 彰显给我们看 启示给我们看 他是谁 是怎样的一位 这个希伯来书 接着说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圣经里面是这样呼吁的 呼应了彼此呼应 他才是真正的神 荣耀所发的光辉 他这光是真光 他给我们看到的像是真相 是上帝的本体的真相 那么这里面谈到的 上帝的启示 刚刚讲过了 在古时和现实 他们是有区别的 但是这个区别 首先见到他们的 共同的根基上 他们首先有 他们的共同点 如果读圣经神学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说些 一种说法 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 God gradually revealed himself 就是逐渐地启示他自己 而这个 这个process of a revelation 上帝的启示的这个过程 从旧约和新约 我们总是说 他们之间有他们的continuity 也就是他们有他的连续性 从新约到旧约里面 启示有他的连续性 不但有连续性 还有一个discontinuity 也就是说 有一个不连续性 所以这两点 我们都要同时把握 我们光注入了连续性 我们就不知道 上帝在新约当中 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情 那个特殊性我们不清楚 如果我们只是讲 他不连续性 我们就失去了 上帝在整本圣经当中 借助他给我们的恩悦的一贯性 所以这两方面 要同时的注重的把持 那么因此 我们在这里讲 当我们在新约当中 约翰福音说到 那太初的道的时候 这个道是对我们来讲 特别是对新约的读者来讲 是既新线 也并不是非常陌生 因为这个道不是别的 这个道就是上帝 他自己的话语 但是这个道 也不仅仅是 决限在当初上帝 借着先知口传的 那个话语 他比他更加的充分 更加的带着他的能力 是更高层次的话语的启示 就是那道 成为那成了肉身的那个道 他们之间呢 在他的连续性一方面来说呢 起初这个连续性呢 在旧约里面已经奠定了 其实说自旧约的人 就早就知道 不必惊奇的 因为旧约一方面说 上帝他创造万有 但是旧约同时也说 上帝是怎样创造他的万有呢 是借着他的话语 借着他的命令 心想事成 所有就有命令就利的方法形成的 就像诗篇33篇第六章 第六节肉上次讲的 这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语 从无有中创造出来的 在西伯来书再次强调这个 就是原本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没有 不是只是个空的世界 空还有个空间呢 连空间都没有 上帝亲自来铺张穷娼 把大地展开 穷娼展开 才有这么一个空间 然后充满它 这是上帝 造的时候超出 世人古时候的 关于所谓的神明的 创世传说之后的 一期传说 因为已经超越了人 对空间时间的认识 空间时间都是上帝 他的话语出来的 从他的话语中出来的 所以这个说法 跟这一次在约翰福音里说的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其实是一回事 所以这个表述既有他的新鲜 特殊之处 也有他的很过去的吻合 连续之处 这两种说法 完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新月当中 讲到那道 说生命在那个道里头 生命在那个道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但是旧月当中 早就从摩西开始的时候 在生命纪32篇 32章的46到47集里面 摩西尊尊地告诫以色列人 一定要谨守上帝的律法 因为 接着说 因为在这话语里面 乃是人的生命 上帝的话语是人的生命 你丢弃了上帝的话语 就丢弃了生命 因为上帝的话语 本是人的食物 人知道我不吃饭 我就不能活 所以人要寻找食物 但是你不知道 你不寻找上帝的话语 没有上帝的话语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灵魂是空的 很多人没有神的话 照样活得很好 他是活在肉体里 但是我们信神的人知道 没有神的话语 我们是不能真正的 使我们活在这世上 这就是上帝对你的 大大的开恩和赐福了 因为你成了个 有灵的活人 你回到那回世上去了 所以讲到生命 所以讲这道 生命在它里面 这一点都不用奇怪 对不对 所以这过去也是这么说 现在说这生命是人的光 而这光是真光 和旧约诗篇中所说的 上帝啊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路上的光 这一点也是吻合的 上帝的话就是光 然后我们说 这个光跟耶稣 他来到世上的光来比 那是更真实的光 所以耶稣在这个层面上 更真实因为这个是上帝的 道的全面的展示 不是只是在先知口里传出来的 那些上帝的话语的部分和部分 没有一个先知能把上帝的话 传进的 大家也知道 但是他传的是上帝的话 但上帝的话有一天 当他将士为人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那完全是两码事了 那就叫风风满满 冲冲满满 完完全全地向我们显示 这就是那个道 他自己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的 这么一个特别的奥秘 这光是真光 要照亮一切世上的人 我在上讲里面介绍这个照亮 我们不是被他照亮在我们心中的话 让我们的心归向他 被光所吸引的话 就是被光所审判 仍然留在黑暗里 所以他任何一个人 都逃脱不了耶稣这光 他跟世上的所谓责人贤人 什么宗教领袖 什么导师所讲的 完全是两码事 这才是你真正地要体会 上帝借着他 他自己 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 给我们的那个至高的启示 我们一定要真正地能看到 如果能看到的话 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的金句 我们五月份的金句不是别的 就是约翰福音 出自于我们宣讲的约翰福音里面 他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这个荣光 这个里面是这件事情 道成了肉身这件事情 住在我们中间 这是真正让人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事情 虽然古时候 犹太人知道上帝有拯救 上帝跟他的立主立约 说要拯救他们 而且上帝必定答应赐下一个先知 像摩西那样的先知 那先知必定出于大魏 一定是摩西的后裔 大魏的子孙 但是人们仍然想 这位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 不过只是一个人 不可能超出一个人 除了人能来做人 还有谁能来做人呢 那一定是个人 因为他要坐在大魏的位置上面 带领 那个先知以前没来过 以后要来 那位要来的是谁呢 但是这一次要来的一位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不错 他是要担当弥赛亚的重任 但他却是上帝他自己来担任 这是所没有想到的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面 我们要想到 那就是上帝他自己 上帝的神格中的第二个位格 我们把它讲成是子 是跟针对第一个位格之间的关系所说的 那不过只是一个比喻 是用人间的现象来比喻 是他们之间叫父子 代表着他们之间的一种 无比的亲切的关系 在这里面 他们无比的密切的 这样子的生命当中的连接关系 是用这种方法表达出来的 说到底就是上帝他自己 上帝的独生子 完全的神 成为了一个完全的人 他来到了自己创造的地方 不但是创造的地方 并且来到他施行拯救的地方来拯救了 他住在我们的中间 这里面特别说了句 住在我们的中间 这句话也是非常的 真的是让我们一下子 眼睛要张开的一句特别重要的话 住在我们中间呢 实际上在过去 在七十四本里面 用的一个词 希腊语用 那个希伯来语用的 就是在我们中间支打帐篷 在我们中间支打他的帐篷 原话出于 创世纪二十五章第八节 当耶和华神带领摩西 要答应 在旷野的时候 答应 答应一件事情 一定与他们同在 怎么答应呢 这我们想起了 同在吗 你是上帝 只要你心给我们在就是了 上帝为了表明 实实在在的 让他们知道 上帝在他们中间 所以吩咐摩西 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为我造圣所 这就是以后会莫 那个开始 专门给我搭一个帐篷 这个帐篷里是我居住的 好像我跟你们一样 你们不是都要住帐篷的吗 每家都有自己的帐篷 但是我也搭个帐篷 在你们里面 这是我的帐篷 所以他说 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的 住在他们中间 这次怎么样 重新被用在里面了 Dwell among us 就是他就住在我们中间 这个住在我们中间 跟摩西当初的住 那完完全全是不同的 那个住法 摩西当初是给他 住了那个帐篷 然后上帝的荣光 彩云显在上面 这表明上帝 彩云落在这个帐篷上 表明上帝在那里 不过无论上帝 以彩云的 或者是什么方法 白天云住 晚上火住的 带着他们往前走的话 那都是上帝 用一种超自然的方法 表示他 住在他的百姓中间 这个住 上帝自己亲自 允许他住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 这是只从亚当 夏娃 人类的始祖犯罪以后 从来没有的事 人类的始祖犯罪以后 被驱逐出伊甸园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人犯了罪 上帝的圣洁和荣耀 是不能让容忍他的污秽 玷污上帝的原子 因为伊甸园是耶和华神 他自己的原子 是不可能让有罪人在里面 那也就是说 因为亚当夏娃犯罪 摄取了上帝 人和上帝同住的 上帝单单赐给人的 那个特权 就没有这个权利了 但是上帝 因云亚伯拉罕 他的百姓 他有一天要住在他们中间 所以他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 又是一次表示 我要把你们的旷野 以色列的整个的行军的队伍 到哪里 就表示重新恢复 原本我要在什么 伊甸园跟你们的关系 我要住在你们里面 所以真正的伊甸园的本质 就是住 有上帝同住的意思 大家这次查经的时候 查到我们创世纪里面 讲到亚伯拉罕和罗德 因为他们财务皆多 牧场狭小 他们牧人相争的时候 亚伯拉罕说 我们弟兄不可相争 现在帝都在你面前 你自己选 把机会好处都让给他的侄儿 结果他侄儿举莫望去 全越丹河的平原 直到索尔都是滋嫩的 然后还不忘加了一句 那时在索多玛和 俄摩拉被灭亡之前 因为摩西带他们来的时候 那个索多玛 俄摩拉上帝的 这个什么降灾 早就发生了 七百年前发生 他说他们犹太人看不到 一看那个地方是不行的 但是那降灾以前 那个地方是极美的 美到什么地步 如同什么 耶和华的园子 就如同伊甸园 如同伊甸园 但不是伊甸园 他不但如同伊甸园 而且像什么 像埃及地 那埃及地肯定不是伊甸园 但是埃及地 有伊甸园的那种样式 有那里面的风景美好 滋嫩肥沃 什么都有了 但是单单就没有上帝的同在 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赐福 不是因着 给我周围营造了一个很好的物质环境 顺利的工作条件 学习环境 一起健康 人想要的东西上帝给我 这就表示上帝跟我同在 这一定要小心 我并不说有这个就不是 但是不能说有那个就是 因为亚伯拉罕也有财物 但是他不会为财物所累 他不会天天脑子想着 我怎么扩大我的财物 保守我的财物 财物是他的一切 财物只是他被上帝所用的 管理的东西 但是你以为这就是你跟上帝 你认识上帝 上帝给你美好作福的要求的话 你有货了 你因为要求上帝 那个东西不是要求上帝 上帝是你要去朝见他 你要去认罪悔改的地方 你生命被改变的地方 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的 所以当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不是说上帝 即便他人抽根给我们了 他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礼 实际上是留给人们 还是挺丰厚的 只是没有那特别的恩典 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的是特别的恩典 但这一次不同了 这一次道亲自成了肉身 是真的来做人了 上帝真的住在人间了 那可不是一件 借着超自然的现象 像以色列表明上帝心智那么回事 那是真的住在人间了 这是令人何等惊叹的事 以至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 最后难怪他要惊呼起来 他说 不是写罗马书 在提摩泰前书 他跟提摩泰说话的时候 写信的时候 他说什么 大在境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哪里 肉身显现 神在肉身显现 是何等何等的一件奥秘 一件上帝的荣耀 一件大能的事情 是对人是何等的 赐下的夫妻是何等的大 那就是说 无限的神 竟然成为有限的人 无限的人离开他天上的荣光 他不但来做人 他成为一个卑微的人 身在马槽里的人 是被人鄙视的人 人所有的好处 他都得不着的那么一个人 是这样的人 永恒来到时空里 看不见的神 以看得见的人的样式出现了 超自然将自己附在 自己所创造的自然归了自下 这是何等奇妙 所以保罗说 大哉大哉 境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 我们讲 我们真正的求神改变我们 是什么 不是说上帝对我们要求是什么 你要这样做 你要那样做 而是让上帝 他真的活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真的借助 神的话语认识他自己 他是怎样的在这里 来向我们彰显的 我们要认识里面 真正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面 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 在古时在以色列人中间 他们都没有看到的事情 列祖没有看见的事情 竟然在牧师向世人显现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的这句话 就是在牧师 神要借助他的儿子 降世为人 将自己完全显现在人们中间 而且他要亲自表示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到底这是要表示什么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约翰使徒这个作者就是说 旧目的是让我们能够 灵受上帝完全的恩典 让我们完完全全的看到 上帝恩典他和他的真理的荣光 为什么呢 这像希伯来书说的 因为这就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说到希伯来书说 耶稣的显现降世为人 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而约翰福音最后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这里的说法 就让我们要知道 上帝为自己在人间 如果说 用一种有限的方式来 启示他自己 这选择了唯有的这个途径 道成肉身 将他完全的彰显 除了这个情况 没有任何的途径 所以耶稣才会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这是唯一 没有变法 所以那时候 上帝在以色列当中 严严的紧致以色列人 拜偶像 你不能以色列人 发挥你充分的艺术想象力 你用各种的艺术品 说这就是耶和华 这就是带我们出来的 何等可笑 你用来把耶和华神 变成一个牛 我们在中国人的文化里 牛没有什么地位的 牛算什么 做牛做马是最苦的事情 那我们想到 文化的相对性就出来了 可是以色列人 为什么把它做成牛呢 以牛再挨就可了不起了 绝对不敢碰它的 牛代表了一种什么 力量和神明 所以这种痕迹 在印度现在还有 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文化的相对性就是 所以我们的神不比 埃及神差 至少也跟他一样 因为埃及 是世界上的一流强国了 我们这个小民族 如果有神跟他一样 我们就感应超美了 那还了得 那不得了的事情 如果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 所以他们讲 我们还做一个全精的 精牛犊 全部用精打造的 可能埃及还不是 可是镀精 我们比他更高级的 你看我们的神 我们抬得多高 何等的ridiculous 就是人他自己 就在自己的罪里面 去想象 不是他有意要冒犯神 但是他以为 他可以这样子 让自己 这是怎么样啊 能 创造一个自己安全 来到神面前的环境 又不是 他对上帝的敬虔 这就是人的罪里面 所说出来的事 所以上帝就把这个 这个方式 就留在那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 不让人有其他的方法来表达神 那么在当中 我们要讲 要解释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见过那荣光 因为这恩典 他里面提到了 耶稣住在我们中间 带来的是恩典和真理 而恩典真理是 特别是上帝是他荣光的所在 上帝的荣光是在他的恩典 真理上显现的 而这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带来的 是那父 独生子 上帝的启示 到那最高潮的时候 让我们才看到 全面的荣光 在古诗还没看到 还没看到那全貌 就像一个剧本一样的 到高潮的时候 他才把 这个作者的 真正的完全要告诉 这个观众的心意 把它端出来一样 这就是道成肉身 就成了那个高潮 我们是这样讲 因为这里面 他提到的 作者 两点 第一呢 就是作者强调 恩典与真理 只有在末世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才能完全的 被人看见与领受 这个关键不在于 耶稣没有来以前 好像就 大家就不知道 上帝的恩典和真理了 只是说 耶稣来了 这个恩典真理 才真正的 那么丰满的 全部 让我们看见 这就是跟 改革中所强调的 上帝的启示的 渐进性有关的 一步步的 加深 加宽 加大 他的启示 的力度 在这里面 这里面 是 其实恩典和真理 旧约当中 也一贯提到 千万不要说 有人忘文生意 哦 那就是旧约当中 没有恩典 有真理了 因为 只有恩典真理 是耶稣来 才带来的 那是我们 对这个经文的 错误理解 真正的 我就讲 这里面呢 他的 discontinuity 他的新的展现 就是 在耶稣身上 得到了最高 最完全的 恩典和真理的体现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在旧约里面 恩典和真理 一直在体现着 一直在铺展着 但是呢 在旧约中的 恩典和真理 相对应的两个词 上帝介绍他自己 是上帝的 慈爱和诚实 这里面有 稍微的 用词上的演变 叫慈爱和诚实 这个强调 那么 这话最早 是在创世纪 二十四章 二十七集里面 所出现的 那就是说 亚伯拉罕 请他的老仆人 为他的爱子以撒 去寻找他 未来的妻子的时候 当他老仆人 看见上帝 在那里的 一切预备以后 他不禁敢 祷告上帝的时候 这么祷告 他说 耶和华 我主人 亚伯拉罕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为什么呢 下面就讲他 他的真正的本责 他在这里 要称颂的本责 也就是他看见了 荣光在哪里呢 因他不断地 以慈爱和诚实 带我的主人 这个仆人 带他的主人 就是带他的仆人 何等忠心啊 就是他看见 上帝是信舍的 上帝不但要应许 给他一个儿子 而且这个儿子 将来的所生的 不能在 什么 不能在当地的 迦南和他 当地的迦南 发生任何的激辛关系 把迦南民族 带了进来 而要到他 到他自己 原来的本家里 找一位 果然这一切 都是上帝 这样的预备的 所以他说 他是怎么样啊 以慈爱和诚实 带我主人 就说明上帝的信实 诚实是上帝 跟亚伯拉罕 立约当中的 一个信实性 而这个约 本身是上帝的慈爱 的表达 那么耶和华神 当摩西 在重做 尸戒的法板的时候 因为上帝 已经摩西 法板的时候 发现摩西 一看到 以色列已经 违背了尸戒 一怒之下 把尸戒给摔了 根本就破坏了 你怎么做啊 对不对 上帝 那时候显出 他的公义和圣洁 让他的子孙 立位的子孙 夸刀 杀了三千人 写的教训 要进行过来 神的圣洁 是不可干犯的 上帝的话语 是不可随便丢弃的 但是做完这件事以后 上帝仍然是 留下了什么 他的一条 救恩的路 所以让他 重搬实践 当他重搬 自己的时候 这个时候 摩西 这是摩西 要求耶和华 显出他的荣光来 这句话很有意思 照理上上帝的荣光 已经显现 上帝的威严 神圣不可侵犯 已经在上帝的命令当中显现了 你侵犯我 你就得到这个结果 但是摩西显然是要上帝 更上一层 让他看到上帝 他在本性里 要给我们启示什么 所以在这里面 摩西在33章88节的时候 这些事发生以后 摩西对耶和华神的请求是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这个耶和华神这么回答说 是 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 在你前面经过 宣告我的名 他要宣告我们的名 宣告上帝的名 他要显出他一切的恩慈 这个恩慈跟慈爱 多了一个 所谓恩慈也可以说 恩典慈爱的简称就是恩慈 但是我们说慈爱和恩典 之间有共同性 也有更 恩典里还包括慈爱里没有的 大家彼此相爱 不一定都是叫恩典 弟兄姐妹都互相应当的彼此相爱 大家都显出慈爱 没有问题 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慈爱 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慈爱呢 是我们不配受到的慈爱 这个慈爱就叫什么 恩慈了 恩典性的 是不配拿到的这种爱 我们在神面前是可恶的 我们是用 是不去寻求神的 但圣体仍然不按照我们 对待他的方式对待他 对待我们 这就是上帝的恩慈 他说我要在你前面经过的时候 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那这里面他怎么宣告他的名呢 他的宣告就出在三十四章第六节 他开始宣告他的名了 听好 他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 这就是上帝要最显上的 所谓荣上加荣的荣 是什么样的荣 更加要显出来的荣耀是什么 那就是说 他耶和华的名代表着 他是怜悯和丰盛的恩典的神 他不轻易发怒的 有着丰盛的慈爱与诚实 今天这个慈爱与诚实 就转化成恩典与真理了 诚实对着真理 慈爱对着恩典 这两者的眼镜性 但上帝要发出他的荣光的时候 他讲清楚了 他是并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 但是这个慈爱与诚实 不是让我们随便的借卖 让我们轻看 就像星派 星派有一句话 我们无论怎么样 上帝都是我们全人类的父 因为我们既被他创造 他要为我们负责一切 如果他不负责到底 他不爱我们的话 那他就不是上帝了 这样的上帝 我们怎么样啊 不敬也罢 就是这个意思 要敬的上帝 就必须无条件的 顺着我们心意 我们怎么样 他都要包容 都要爱 这样才是上帝 但是上帝不是这样 所以上帝在宣告 他的恩典 慈爱的时候 他同时宣告了 他的至高的 主权的拣选 就是什么呢 他说我宣告你的 我的名是这样宣告的 有丰盛的恩典慈爱 但是我的恩典慈爱 是怎么带给大家的 我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我要联名谁 就联名谁 这是上帝自己 拣选性的 上帝主权的 不是说任何人 都可以什么样啊 来接受上帝 这个无条件的 这样子的拣选的爱 所以上帝的爱 对受到的人 是无条件的 一点不错 但是不因为上帝的爱 是无条件的 不是对我们有要求 才爱我们的 这叫无条件 这是对的 但是这个无条件 是不是扩大到全人类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无条件是在上帝 他向他所爱的人 所显现的 我们得到了上帝 无条件爱 我们必须承认 上帝在爱我们以前 没有对我们提任何条件 的确是 但是因为上帝 没对我提任何条件 不等于上帝就是普救 任何人 他上帝都没有条件 不是这样 所以上帝的真正的荣光 在这里的彰显 是必须是双重的 第一 使上帝他更珍惜他 所有的他的属性当中的 恩典慈爱和信实 第二 但是这些恩典慈爱 都是在上帝的 至高主权的范围中 进行的 是他的主权的选择 是他的拣选 不是我们可以 由我们来决定的 这就是合在一起 让我们就产生了 对上帝的特别的敬畏感 我们被选上 我们感到深深的不配感 我们也就能够 完完全全的 真的能够谦卑在主面前 被他带领 我们没有任何在拯救上面 有一份功劳 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看到 完全都是他的造所造 完全都是他的成就 这就是他的荣光了 所以当约翰说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这荣光不能只是 狭义的理解 我们说 不错 约翰应该这么说 因为他是 见过耶稣登山变现的 三位门徒之一 耶稣在山上 登山变现的时候 左面是摩西 右面是什么 以利亚 他们一同来到耶稣面前 表明 一个是律法的代表 一个是先知的代表 但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都是为了随佛物的 都是为了预备彰显耶稣基督 都是目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 当他们来了以后 再定睛一看的时候 彼得再看 只见一人 所有的荣光都打在什么 耶稣身上 这是上帝的荣光 在耶稣身上的一次 独特的 一次显现 但是并不决限在这 所以说 真的讲了上帝的荣耀 他真正的荣耀 是看不见的荣光 真正的是在 哥哥他的舌子架上 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唱的是 哈利路亚 上帝的荣耀 他是真正的赞美神 是赞美荣耀放在哪里 归舌架 哈利路亚归舌架 石架上才是真的 所以在这里也很好 在石架面前 这个使徒约翰成为 唯一在场的使徒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 使徒约翰是最有资格鞋 他亲眼见过 他的荣光的那位 助折 这是这样子的 那么他 他提到的约翰 就是思绪约翰了 思绪约翰为他做见证 喊着说 这就是我成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成了我以前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在这里我们先讲 那个约翰为他做见证 这就是我成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在我以前 反在我以前是以前什么呢 我们很自然的想象是 就是说 在我以后来的是 时间上 思绪约翰先出生 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 先怀了孕 然后玛利亚再怀孕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他先来到史上 但是本来就在我以前 这个以前是什么呢 大家想肯定是 时间上的以前 当然这要是绝对不错 其实讲的以前 在我以前 不光是时间上的以前 现新一本是翻成 那我在我后来的 位分比我高 那么查了一下 这个NS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他特别说 他说上 说耶稣 Has a higher rank than I 他比较做字翻的 那么ESV 他翻译成 Ranks before me Ranks before me Ranks就是代表 位界 等界 他的位分要比我高 这就说明 在这个情况下 思绪约翰认识到 那他来到这里 是为谁服事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 当约翰写完这个以后 他就说 在他丰满的恩典里面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这句话 讲到恩上加恩的时候 我们我想 我新做基督徒的时候 我马上就 就就就 就熟悉了这个词 因为当事人 送我一本圣经上面 求神给你恩上加恩 再给我利上加利 这两句话回来一查 都是来自于圣经 恩上加恩就在这里出现的 利上加利是 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的话 后来我想很多人 也会在彼此的 在这个 我们在写卡恩典的时候 都说 求主给你恩上加恩 但是这里面我讲 原点的恩上加恩 是什么意思 什么恩 又加上了什么恩 这要搞清楚 我们不是只是 糊里糊涂说 原来第一个恩 是指什么恩啊 第一个恩 当讲上恩上 我们就看这个原文 这它丰满的恩典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就是说我们在它 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先分两个阶段领受 前面领受了一部分恩典 后来又加上了恩典 那才叫丰满了 那么恩典下面叙述 是怎么样呢 很多人可能就不会这样想了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很多人就不会想到 原来第一个恩是指什么 就是指的我们接受 律法的恩典 律法是恩典吗 大家要问了 律法是让你死 律法怎么是恩典 律法让你颁布出来 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律法面前 我们都灭亡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律法本是让我们知罪的 这的确是上帝 给我们这个律法的意义 所以真的你认识到 律法是让你死的话 你就得了上帝的 初步的恩典了 你要知道律法是让你死的话 你就知道再也救恩 绝对不能靠自己 人不能救自己 就在这个上面 先把这条路给断了 然后才有 你要问上帝 那我们怎么办的时候 上帝才能够给我们 在这个基础上面 给我们加上他的恩典 所以才叫律法和恩 在这里面的区分 但律法是恩典 律法的恩典 是为我们下一个更大的恩典 做预备的恩典 这就是律法 所以律法是恩词 犹太人得了律法 是上帝要把恩典给他们的 一点都不错 上帝不是要去灭亡犹太人 才给他律法 但犹太人 他以为上帝给他律法 只要他们遵守 犹太人分两种 一种是守住律法的人 一种是不守住律法的人 守住律法就是那些法利塞人 是吗 其实没有人能守住律法 这样想完全是自意 上帝给他们的律法 给犹太人律法 当初就知道 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 既没有人能够守住 你给我们干什么呢 因为你们不服 你因为你们认为 你们能够守住 你们是要在你们的经验里面 你们才有印证了以后 你们才愿意甘心呢 上帝知道我们人的秉性 所以把律法给你们 你们看看你们做得了吗 在做不了的时候 你才知道 你本来根本就是 不可能能够有能力 行出律法的 那你就要谦卑地来到耶稣面前 这就是加拿大书说的 律法本是迅猛的师父 领我们到耶稣面前来的 所以律法本是恩典开路的 律法不是跟恩典相对的 律法是成 实际上是律法引入恩典 在律法中引入恩典的 在旧约当中有律法 强调了律法 但是不忘提到上帝的恩典 但是在新约当中有恩典 并不是不提上帝的公义的 不可侵犯性 所以我们说 律法引入恩典 但是只有恩典才能成就律法 所以耶稣说 他来到世上 不要以为我是什么 来废除律法的 我来确实要成就他 成全他 怎么成全啊 就他自己来成全 他成全了 我们能够在他里面 是律法的义 也能成就在我们这些 原本不能在律法面前 站立的人面前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显现 显出 上帝使我们有对抗罪的能力了 使我们不至于地道 使我们能守住神的诫命 所以 律法与恩典 不是对立的 虽然表面上看似 实际上是不是 这是要跟大家讲的 所以 这里面 我们领受的神的恩典里面 除了律法 再加上 上 借助耶稣基督传来的 那 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 那么 说到 这个恩上加恩第一部分 律法本是借助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这里面 一个是传的 一个是来的 这里面两者之间区别 大家知道吗 律法是借助摩西传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没有摩西 换一个人 摩东也可以传 意思就是说 不一定就是要摩西传 就像我们战场 指挥官发一个命令 传领兵结果在挣钱牺牲了 他再发一个 再叫一个传领兵上去传 也可以 因为命令还在 传领兵跟命令本身是可分的 不是密切不可分的 不是传领兵一死以后 这个命令也就死了 这个命令还是可以被再传 但是 恩典和真理就不是 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不是了 恩典和真理 不是耶稣基督 他传给我们的 而是他什么 在他的生命里面 带给我们的 这是两回事 明白吗 是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上 他就是恩典 他就是真理 在他的生命当中 散发出来的 如果没有耶稣 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我们就看不到上帝的 风风满满的恩典和真理 怎么样向我们显现 也只有借助耶稣 我们才能够什么样 能够真的 能够得到那 丰满的恩典和真理 一定在耶稣的 道成肉身上实现的 为什么 首先 我们看两段经文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在罗马书五章里面 有一段话 罗马书五章八级 如果耶稣 他不来做人的话 上帝对我们人的一种 特别的一种爱的方式 能不能表达 我们人知道 人和人之间 没有什么爱 比舍命的爱更大的爱了 上帝都说 我也有舍命的爱向你 那么我们想 我们如何看到呢 上帝除非成为人 他有了他的身体以后 才可以舍命 上帝是永远不朽的 是永远的上帝 他怎么会把命给掉呢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上帝要向我们传达 他为我们的爱之身 所爱的人的身 可以达到舍命的程度 所以上帝一定要成为人 这就是罗马书说的 为一人而死 怎么样啊 这是这个很少有的 为人人而死 或许有敢做的 但是 唯有耶稣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 那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写明了 好 我们把这段经文一起念一下 请 罗马书特别强调 上帝的爱向我们写明 是在耶稣身上写明的 上帝的爱要到什么程度 到他那个丰满的程度 但那个自爱的程度 是在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舍命上面写明的 所以如果上帝不到成肉身 这个爱我们看得见吗 这个恩典 这么大的恩典 丰满我们的荣光 看得见吗 看不见 我们一定要明白 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二 上帝如果要结拜撒旦 用什么方法 耶和华人说了 女人的后遗一定要戒伤你的头 怎么戒伤法 撒旦一定是虎视眈眈的看着 他到底怎么打我 没想到 上帝的爱子把自己给舍了 用这个方法 结拜了撒旦 这个是在西伯来书上 我们看这段经文 西伯来书上是告诉我们 二章十四节 好不好 这一段 我们看到上帝是怎么样来 把他的信约 把他的恩约 把他保守到底的 我们把这段话一起读 请 所以上帝道成肉身 对着我们所爱的是 显出他的爱 死命的爱 但是在撒旦 在基督的 上帝的仇敌面前 却是上帝的得胜的利器 向着撒旦是借助死 败坏那张死权的 死权掌握在魔鬼手上 你说凭什么魔鬼掌握死权 大家知道死是罪的公家 因为人犯了罪 魔鬼高兴了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不能背负他自己 不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 如果上帝把人的罪随便拿去的话 上帝的公义何在 所以他认为 在这一点他赢定了 看你怎么救回你的儿女 你想救人吗 怎么救 他们的罪还在 只有有罪在 他就会拿走人的罪 怎么样 可以在上帝面前控告 你不得不判他们死 所以反正拿着我们的罪障了 魔鬼手里的一张王牌 向上帝叫板 他认为上帝就没有办法了 可是上帝什么 借助他 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方法 把人的罪归在他身上 以让上帝能够在 他爱子的身上 施行完全公义的审判 将这个罪省了 所以魔鬼就没辙了 他就是 这个时候就 上帝 他的爱子为他死 你有什么话 这个罪都归在那里面 已经被判了 上帝照样判了这个公义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他没办法再挟制 那上帝的儿女了 只能交出来 他要从原来的死亡当中 叫搜罗的名单里面 他只让死亡名单必须交出来 不在他控制之下了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宝贵的 这就是说 上帝在这里恩典和真理 必须是借助 在上帝的 完全是他的公义和圣洁 同时慈爱和恩典的 两者的 完全的并行不备当中 唯有他的 上帝位格中第二位 自己来成为什么 人 踢人去死 是上帝的公义审判 在他身上 实现了 我们才能够领受到 他为我们代事 所得来的恩典 这样子的救赎 这就是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的实责 把上帝 要结拜撒旦 要上帝 要向我们显出 他主圈的 完全的恩典 他的荣光 要在耶稣 他成为一个 道成肉身的人面前 完全做到 这就才叫做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连摩西都没有看见神 哪怕在帐幕面前的时候 就与利谈到 他和耶和华 面对面说话 仿佛是和朋友那么 如同朋友如此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 就是摩西看见了神了吗 没有 因为接下来就说了 耶和华说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 不能成活 然后补充说 你得见我的背 却不得见我的面 我的领受就是 上帝不是不像摩西 启示了 启示了他最重要的律法 上帝的公义和圣经 但是上帝的最后的 救恩的方式 摩西还是 对他来讲是一个奥秘 他并没有 能够在历史的现实当中 看到那位道成肉身的神 所以他自总 没有看见这个面 所以他是带着信心 在盼望中 离开这个世界的 知道神一定会 以某种方法 来行出来 这就是说 摩西盼望的那位耶稣 耶稣说 他远远看见我 心里就欢喜快乐的那位 而我们今天是 何其的有福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讲的是 一位在历史上 已经为我们舍了命 在十字架受死 有三天后 佛活的那位主 他在我们面前 我们今天要对上帝的 所有的真正的认识 一定要从 耶稣基督 他下面 这位作者 约翰福音的作者 借助他一张一张的讲 把他 完完全全 上帝的心意 要怎样借助 他的爱之 耶稣基督 向我们表明出来的 我们要全面的领受 我们才能得到那 丰盛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今天 在讲道当中 要宣讲的 神在我们当中的质疑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 好好的思考 我今天听进去了多少 我是不是在这里面 真的感到 神要这么地爱我 是要在我的生命中 再和他有这样的连结 这就是我们 一定 一定要沉在心里 要成为我们自己 生命中的动力 使我们的弟兄姐妹 让这个地方 充满神的荣光 充满神的慈爱 充满上帝的公义的地方 这就是教会 我们就在这个里面 能更加地得着信心 能够成长 愿神赐福他的话语 愿神赐福他所爱的百姓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 主 你爱我们 知道我们 我们是愚钝的人 我们是小心的人 我们是软弱的人 我更本质上说 我们是常常悖逆的人 所以你用你的话语 来喂养我们 从旧月开始 从创世纪开始 直到末世 主啊 你让你的儿子 倒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 充充满满地看到 他要向我们 展现了那 真理和恩典的荣光 主啊 让我们真是借着 你爱子 倒成肉身 这回事 让我们真的 从他生命当中 能够认识一个 完全的你 主啊 也能够看到 我们是何等的败坏 我们是何等的拒绝 主 让我们在这里面 真的 来到你面前 来真的悔改认罪 承认我们肉体中 确实是没有良善 因为我们 对我们来讲 常常读经听道 都是一件辛苦的事 我们除非你的恩典 联名了在我们身中 才能使这个 所谓的辛苦 才能成为一个 真正的享受的过程 有知有味地 从你这里面得着 从你给我们 显现当中的 智慧和能力 和那生命 主啊 这是我们在你里面 切切地求的 主求你 荣耀你自己的话语 因为你一定 荣耀你的名 主啊 求你联名恩典 那些被你招来的百姓 因为你体恤我们 不过 原来只是血肉之躯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事 因为你 也 因为我们有血肉之躯 你也成为有血肉之躯的人 所以你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 因为你在世上 凡事也都受到了试探 主啊 只是没有犯罪 主 所以你能保守我们 在试探时 不知地道 不知犯罪 主 求你在高天之上 在父神的右边 替我们祷告 替我们信仰堂的弟兄姐妹祷告 替我们每一位 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 也为我 为你所差遣的牧者祷告 主啊 只我能够站立在你所 命定的 你的话语的讲坛上 传讲你的话语 传讲得清楚明白 主 你也赐给我们 每一个听到者 一颗领受的心 能够把你的话语 听得清楚明白 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 都得未养 生命成长 满有力量的 过我们 每一天在世的日子 感谢赞美 祷告奉耶稣 基督名求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